在疫情的爆发流行期间 结合病毒变异的情况 结合流行的强度 医疗资源的负荷和社会运行情况等 进行中央评估 那么可以根据人群感染率 人群的感染率和医疗资源的紧张程度等 那么是使依法采取临时性的防控措施 目的就是减少人群聚集 降低人群流动 减少发病率 减轻感染者短期内聚增 对社会运行和医疗资源等的冲击 有效的统筹 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谢谢